历经一番激烈竞赛后 六位来自全省的原住民广播新秀晋级者 这会在台北电台的邀请下 前来参加师生会 因为未来的一年 他们将接受老师一对一的指导与训练 最后由六人中抢下一指的节目主持人合约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是一棒接一棒下去的 中间好多高手也有新秀 后面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 但是你们不能够被自己现在唯一的专长所限制 你心里要想说 我有第二第三第四更开过的专长 当然这是不断的累积下去的 你们一定要勉励自己在学养上面 在与会的表达上面 其实你们是这一代的传人 六位从海选脱颖而出的晋级者 可说个个都身怀绝技与本领 有的可以说着一口流利的足语 有的则还在就读高中 甚至连艺人也前来参加本次的海选活动 其实大家都应上网做个广播人而前来挑战 终于进六场就是还蛮压抑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海选的活动 就需要就是得主就是我 因为以前就是念传播系的 然后我想说对自己的事情蛮有兴趣的 然后想说就是有这个平台 而且是关于原住民的东西 那想说应该会就是我会喜欢 就是喜欢广播这东西 然后想说如果以后真的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 会做起来会比较顺手 因为我有一半是泰雅族 然后一半是外甥 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把文化把它传承下去 然后把它融合 对新一代的跟我外婆跟妈妈的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我这一次来是非常的高兴 而且非常兴奋 是希望 当然是希望可以 可以 可以拿到那一份合约 六位选手与老师相见欢后 还通通受邀参加晚间七点的 原来在台北现场节目 并且出示提升接受主持人的访问 未来六到七月的时间 晋级者将进行训练 台北电台也将参赛者的学习情况 不定期的在脸书粉丝专页播出 也欢迎听众朋友多为新秀们加油打气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导